首先呢我們看一下這個新制圖 事實上新制圖老實講才是今天的重點 怎麼這樣 講這個就說它是重點 講剛剛那個就說那是重點 因為是我們今天的重點之一 不過事實上最重要的是因為 思考方式才是最重要的 為什麼 因為focus在只是一個呈現方法 我們有很多其他工具可以呈現 事實上你用PDF做簡報我們也不反對 你用Word做簡報可不可以也可以 只要你敢 只要你敢 你覺得說我這樣呈現是OK的 別人可以接受 那都好 但是思考東西就沒得講 因為每個人有不同的想法 可能你要人家認同的人 人家不見得會認同你 但是呢很重要是我們把這些過程可以記錄下來 平常我會喜歡用S-Mine有一個比較大的原因 是因為它的就是每邊的工序比較多 也就是說整體呈現出來之後 在視覺上可以稍微比較漂亮一點 但是這個無關於它的工具 無關於它的工具 因為其實有很多 像我們下面還有介紹一些 像這Mine的42啊 Kugo啊 我記得好像還有一個Kugo 我把它拿掉了 就是很多的新制度工具它都是很簡單 就是看起來醜醜的 可是沒關係它適合思考就好 甚至你用紙張也可以 那目前呢 S-Mine它主要有兩個方式 一個就是透過軟體 另外一個就是APP 那兩年前它其實有推出雲端的服務 也就直接在線上直接做 可是後來因為它要專心開發APP 所以它就把那個服務前停掉了 雖然我覺得有點可惜啦 可是沒有關係齁 那目前它現在最新版本的叫Zen 各位知道華碩有一系列叫做產嘛 對對對 它就是那個概念齁 它把新版本的話呢 它就把這個介面做得再更簡潔 更像一張紙 就是盡量減少工具干擾你 可是我是不太習慣啦 所以我現在給各位都是8.0的版本 8.0的版本 它就工具上看得比較清楚這樣子 那各有優缺 而且檔案也都相容 所以你不用擔心說不能打開 好 那我們這裡呢 我給各位看一下 這裡有幾個 我之前在用的一些 就是研習的 像這樣研習 很多我都會用親自筆去規劃 那你也不要想說我一次就要做好 因為其實本來就需要花一點時間去思考 對不對 所以這個你就可以像這樣把它下載下來 好 那這個也是一樣 我總共有放四個檔案 那你可以發現它副檔名很好記 就是它的軟體的名稱 有沒有 smile 像這樣子我就把它下載下來 好 這裡還有一個把它下載 現在把它下載好了 那你可以直接點一下就打開 我們看一下這邊 那麼這個軟體你第一次打開的時候 它會告訴你說 要不要安裝 Apple的這個通訊決定 這個通常我們用不到 就是說你在區域網路裡面 你要分講你的那個新制圖檔案 這才需要 大部分我們都是個人使用 所以就不需要 我就取消就好 OK 這樣就可以 好 那它現在呢 就會幫我把剛剛那幾個檔案打開 我們先給各位看一下我大概是怎麼用的 那我利用檔案打開這個過程 時間我跟各位分享一下 平常我們都會看到 比如說你辦完活動也好 或者是做完報告也好 你平常我們看到的都是什麼 最後會有一個叫活動成果 對不對 可是那個是所有的東西嗎 事實上不見得 也就是說那個只是什麼 也許你剛出從最早一個想法 到最後做出來 搞不好只是你原本想法裡面的六個七個 你還有很多是沒有用到的 對不對 可是呢 我們最後保留下來都是只是那些 那用新制圖的好處就在於說 把你思考過程留下來 你看像我這個Google地球 這個我講過幾次 不是在我們這邊我在中正大學去提的 那你可以看到 我們家有沒有想很多 對不對 那你要講這個主題 我就要去思考很多東西啊 那我剛講我喜歡用S-Mine的原因 是因為你可以看到 它裡面可不可以放出圖片 可不可以放出超連結 可不可以放出圖示 甚至它可以插入附件 都可以用 然後也有這個 這個圖標也可以用 它整個視覺上看起來會比較 就是好看 所以我會用它 那這個是因為我把它當作講義來整理 平常的話我是在這裡 在這裡 我把它縮小縮小縮小 平常的時候 我那時候想就是想這樣 只是因為要做成講義 所以我就把它做成 剛剛這個列印版 這樣比較好硬 比較好硬 那你可以想到一件事情 如果呢 你一個晚上就要解決 就要把這些都想完 我想應該是可以不用睡覺 對不對 那所以說其實我們平常在準備東西的時候 你在思考的時候 就是有想到的記起來 有想到的記起來 那麼你就可以很輕鬆的利用這種新制圖 把它怎麼樣 很快的去完成 了解 你把這些過程記錄下來 那它除了記錄這些東西 還可以記錄什麼 你看我把它放大一點 這裡面啊 我把它先全部展開好了 按右鍵全部展開 我裡面還沒有抓圖 對不對 另外呢 有一些要注意的地方 我還會寫備註 這裡沒有 因為平常如果各位 你把這個放在紙上面 你應該知道最後結果會怎樣 蛤 就沒有了啊 對不對 有時候可能就不見了 可是我這個 是不是就可以很容易的重新呈現出來 那你看我這裡有什麼 要特別注意的地方 我有沒有留在這裡 對不對 把它記錄下來 它是比較屬於大鋼式的 你如果太詳細的內容 我們就不見得 建議各位要放在這裡 所以我可以用備註 我可以用附件把它留住就好 這樣子在思考 是會比較好一點 比如說像這裡 點到它 網址在這邊 我就從這邊過去也好 也是OK 這樣應該可以比較清楚一點 像這裡也有另外一種的 這個呈現方式 有沒有 這也是註解 有沒有看到更多備註 像這樣我去整理 那另外一個優點是你可以看到 下面這裡 有沒有發現有頁簽的概念 所以你今天資料如果很多的 你不見得要 一定要放在同一個 新制組裡面 我可以把它分開 我可以把它分開 像我們在這裡 我就比較特殊這個 你看在這邊 我今天有幾個不一樣的 這個是簡報的 就是那個獎益的首頁 點到這裡 有沒有又進來裡面了 對不對 又進到另外一個 那這裡面又有其他主題 FAQ 我就通通把它獨立出來 這樣也可以啊 所以呢 它這個是一個蠻大的優點 你可以像這樣去做整理 那麼另外一個好處 這個是新版本所沒有的 什麼叫新版本沒有 就是現在認沒有的 8.0還有的 所以我喜歡用它有一個東西 我們剛剛講的 這個新制圖會記錄什麼 你思考的過程 那它裡面呢 有一個工具 叫做修訂歷史 對 你每一個分頁都有修訂歷史喔 所以呢 我今天到這個修訂歷史 我可以看到 因為平常現在大家 請問檔案雖然都是數位化 你檔案會不會用很久 不會吧 我們家是比較勤儉詞加 這個檔案2013年 或者用到現在 有沒有 有沒有2012年用到現在還在用 這樣會很過分嗎 我們也很環保啊 一個檔案就用到現在啊 當然檔案會變大 好檔案會變大 可是你可以發現說 欸我除了這個 我還可以預覽一下 喔我2010年想的是什麼 你可以回去啊 你了解意思了 我們今天看這些所謂的活動成果報告的時候 你看不到這些過程 可是這個 我可以看得到 因為是你自己想的 對不對 今天也許 你一個活動 你只有用 可能最後採用了 兩個ID或三個ID 那其他的也是你想過的啊 為什麼以後不能在別的地方用 可以啊 對不對 人會忘記你不要忘 對不對 可是如果你有記錄下來 我要回去找的時候有沒有變得比較簡單一點 這個是我喜歡用它這個 8.0的時候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工具 因為新版本它為了檔案變小 它把它這個功能就拿掉了 就有點可惜啊 好 所以像這樣各位有沒有比較清楚 這個東西可以拿來做什麼 重點就是收集資料或思考的過程 剛剛那個可以看到的例子是每個分頁 每個分頁都有自己的例子 每個分頁都有自己的例子 對對對 沒有衝突 沒有衝突 時間存的時間都沒關係 對對對 你只要有存檔 就是修改有存檔過 它就會把你記錄下來 所以像這樣子 我就可以整理很多東西出來 這樣會比較好玩 好那有這樣的概念之後 等一下我們就自己來試看看喔 好吧 掰掰